大家好,我是MIRROR 今天看到我戴着这个圈圈就知道我要来一起和大家化妆啦 因为秋天已经来到了 所以今天要和大家化一个秋天的妆容 这次会用的牌子就是我的外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我去读这个牌子的时候 我用韩文发音的 因为以前我都要读 读它的韩文名才是最正确 最近出了一个新产品 几乎是蜂魔了全韩国 因为每个韩都几乎入手了一盒 稍后再和大家说是什么 好了,但是现在化妆之前 因为是转季的时分 其实现在进入秋天 秋冬尤其是在韩国更加干燥 所以化妆前一定要做好这个保湿的动作 平时化妆前我都有敷开Mask的习惯 所以现在我都要敷这个 Edude House的Mostful Collagen系列的Mask 其实我以前来韩国之前 其实我对Edude House的印象就是化妆品 比较强烈的印象 但是来韩国之后呢 我发现这个系列 其实是他们的品牌王牌 所以在韩国秋冬那么冷的Tina 其实都是很够用的 我今次要用的是他们这个系列的升级版 好,那现在呢 废话不多说 好香啊 它有一股隐隐的荔枝味 因为我发过转季之后呢 皮肤在绷紧的机会是多了很多 所以呢 敷一些保湿的Mask是非常之重要 那现在就等10-15分钟 好了,敷了15分钟了 嗯 嗯 补完水的感觉 啊 very good 那只是敷膜是不够的 那现在要用这个 他们的first essence 来提供后续护肤品的功效 不需要太多 其实我很喜欢他们这条line的香味 因为我觉得香味这家东西呢 是可以令心情变好 那用用肤品的同时可以令心情变好 你说是多一个量的呢 好了,接着呢 就可以用这个essence 它后面是写着 toner之后用适当的份量 我刚才已经塗了爽肤水 那现在呢 就折适当的量 按上一下就可以了 它的质地呢 是一点都不黏 很轻盈 所以可以很快速这样给皮肤吸收 塗完之后 你会觉得刚才很干燥 抬着抬着的感觉 是没有了 是皮肤立即打入了大量的水分 OK,那还有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塗它们的水分cream 那为什么塗完这么多时间 还要塗cream呢 因为它可以加强皮肤的弹性 你补完水之后 其实锁住皮肤的水分是很重要的 可以帮你滋润和修护皮肤 所以24小时都可以维持水润感 塗完之后真的很舒服 OK,那现在做完这个skin care的部分 就可以上底妆了 上底妆 是不是觉得好像跟刚才没有分别呢 因为是极度贴服 近一点给大家看 看到吗 皮肤是发亮的 所以化妆前 保湿的重要性就在 好,由于时间关系 我眉毛已经是 刮好了 接着打了一点点阴影 那现在就要跟大家说 我们今天的重点 基本上近期每个行会 都有入手的 就是这个 Educers新出的眼影 那这次它们就用这个 控焙做主题 打开里面 超级漂亮 有不同深浅度的面包咖啡色 我一打开 我就觉得 哇 这盒无敌 那可以看到 其实它这些咖啡色 全部 都是很容易carry的 所以呢 作为一个新手门 用这盒眼影是完全没有难度的 其实Dude House 是不定时就会出这些眼影盒 我个人来说 是我很喜欢Dude House的眼影 我觉得它们真的很好用 那我自己是很喜欢买它们一粒一粒那些细 圆形的细眼影 但我觉得它们今次 将那么多不同 那么漂亮的颜色 放在同一盒 超级方便 它的价钱是港币250元 一盒里面就集齐了 雅面和珠光 所以你这样用一盒 你就可以打造一个 百变的形象 那今天要发的妆呢 就是Bake House 和Pony合作的一个妆容 那其实网上 也有Pony的这个 控焙妆教学 那我看得好像只有韩文 所以我就打算在这里和大家 跟着Pony的步骤 去完成这个控焙妆 它本身眼影里面 是有这个胶纸 它是有对应的不同的食品 OK 那么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用这个颜色 Gappellate Uyumani 上眼之前给大家看一下 那因为它是附了两支眼影棍的 所以我就用这个眼影棍 它是一个微微的淡橙色 首先呢 就是把这个颜色 大分为塗在这个眼盖的位置 和下眼线的位置都要 它有个范围要塗得广一点 OK 然后呢 第二个步骤就是 把第三支深一点的橙啡色 将这个颜色塗在 比较靠近双眼皮的位置 用来做一个阴影的效果 第三个步骤就是塗 第四个这个啡色的线粉 通常呢 闪粉我会用手去上 就是将这个闪粉呢 塗在眼盖的位置 接着下眼线都要 然后第四个颜色呢 就是用整盒里面最 边边的这一支 这个有带一点点 红红的啡 罩眼提呢 你会以为它是霧面的 但是它是暗地有点点闪粉的 是塗在双眼皮的 后段小小的位置 做一个阴影 只是这个位置 虽然不是说很明显 但是有擦和没有擦呢 是擦很圆的 有时小小的阴影 就可以足以令你的眼睛 看起来 是深邃一点 还是年轻一点 还是成熟一点 好然后呢 最后一个步骤了 就是用整盒最浅最闪的颜色 就是这个珍珠色 那么就在眼盖中间的这个位置 点上去 还有下眼线也是中间的位置 那因为珠光是可以将眼的这个部分 highlight了出来 所以呢 它比较立体一点 然后刚才因为有做到阴影 所以整只眼的立体感 就会出来了 好然后我先画眼线 好 那本身Pony的眼妆 它是用啡色的眼线 但是因为我要拍给大家看 啡色相对来说 是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我就用黑色 然后呢 我觉得Edudas 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Mascara 就是这个 Volume Fix Mascara 那一塗上去 立即是风型很多 而且因为它防水防油 所以夏天啊 你要下水 或者你的眼睛 是比较容易出油的朋友 都不用担心 塗到下面 给大家看 那个分别 但是我塗眼睫毛的时候 我真的不可以说话 我真的很喜欢Edudas的节目液 基本上每一支都很好用 因为之前其实我已经用过很多次了 它真的基本上不脱的 你用整天都 好 现在呢 就给大家看一下两支眼睛分别了 是不是非常之自然呢 你会觉得 好像没有化妆 但是咦 又有些细节目的 因为韩国现在有个新造语 就叫做Guangu 就是Gumindud and Gumindud 就是好像有打扮 又好像没有打扮 所以韩国人其实 是非常之喜欢追求这种 是很曖昧的妆感 所以用这个眼影 绝对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那我现在呢 就化完整个妆给大家看 这个是Dudas的胭脂 我很久之前买的了 但我真的觉得它很好用 胭脂真的很重要 各位有擦没有擦 你的气色都是差很远的 接着咀咀的部分 又是塗一个比较淺一点的颜色 擦出界不要紧 用手轻轻滑开就可以了 因为韩国其实呢 不会刻意塗到很漂亮 他们喜欢唇闪的位置 是有一点点漸层的感觉 好,那我的妆容就完成啦 近镜给大家看清楚一点 好了,给大家三秒时间继续这个画面 然后你拿着这张夹图呢 就可以去到Edudas的实体店啦 那当你们去买Play Color Eye 10 吃眼影的时候呢 就会有20元的折扣啦 刚刚那个就是Pony示范的妆 但我自己其实我就觉得不够浓 因为我比较喜欢鲜艳一点的眼妆 所以呢 我自己呢 会将 都是Pony用的颜色啦 加进去这个 下眼线的位置 因为呢 想做回 多一点点的阴影出来啦 因为我想别人看下来的时候呢 整个眼镜的颜色是比较明显一点的 所以我自己会在这个 眼盖上面这个位置 我会再加广一点的 当颜色的范围一阔的时候呢 感觉上妆就会更浓了一点的 所以我觉得两只眼对比 其实本身我化的那个呢 是会比较日常一点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眼妆呢 是会比较适合大家 日常上班用都OK啦 这个眼妆上班的话 可能呢 就有机会会令同事觉得 咦? 那妆有点浓哦 你今晚去哪啊? 的感觉 那化妆品大家最担心的 我相信都是持久度的了 那它的眼影盒 和它的这个Mascara 都是我测试了一个星期的了 都是完全没有掉过的 那然后出门街都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效果是怎样的 我换了衣服出来吃东西 还是非常之好 完全没有变过 是嘴巴咯 但是因为吃东西所以没办法 回家了 果然EDU的口是我的外牌 大家看看我的妆感 再看看我的眼影和Mascara的部分 是不是非常之好呢? 所以教我如何可以不爱EDU的口 那好了 今天这个化妆品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分享的话 不过这样可以接着我 记得follow我的IG的话 就可以知道多点我的韩国生活 记得点赞和订阅钟 就不拍了一个最新的视频 我们在这个频道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记得戏图 好吗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